凤凰学习小组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蝴蝶帮 有一个凤凰帮 我是蝴蝶帮的 我是蝴蝶帮的 我们都是凤凰帮的 这也是蝴蝶帮的 然后凤凰帮呢 是那个曾可妮拉的一个帮派 不是曾可妮拉的群 但是预言是帮主 绝了 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什么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帮吗 这个其实是个剪头剪头剪头帮 就是说谁要找预言剪头发 都可以进这个帮派 就是这么简单的 但是由于我已经是蝴蝶帮了 我已经没有帮帮 而且很多蝴蝶帮的成员 就是说还找我们凤凰帮的人剪头 但是我已经是蝴蝶帮的 刘雨昕也是我们蝴蝶帮的 刘雨昕是我们凤凰帮的 我们凤凰帮的 想一想这个傻瓜 我凤凰帮 刘雨昕是我们凤凰帮的 对啊刘雨昕一直不是我们蝴蝶帮的 还有谁是我们帮的 刘雨昕是我们蝴蝶帮的 没有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怎么拉放节拍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就没有手机 就是敲门 来来来 然后把大家 我们要写申请书 我们是一个真实的 就怎么说 真实的那种微信线下群 就是没手机 人就在一个宿舍里面集合 我们蝴蝶帮超级正式的 我们要写申请书的 你们申请书怎么写的 你去讲给我听听 你们蝴蝶帮是谁啊 谢可颖吧 谢可颖 谢可颖 我是被邀请入营的 怎么了 你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人要入蝴蝶帮 所以才被邀请啊 就邀请你们这些零零后 不是 是因为他当时霸凌了我 你知道吗 霸凌了你 对 他们当时正好蝴蝶帮在霸凌那个零食 然后就霸凌到了我的头上 还有一个组是那个蝴蝶帮的夫妇叫垃圾组 我知道 左卓 他们叫垃圾 Oh my God 这怎么了 垃圾帮的一点都不跟别人一起玩 就说他们是垃圾 满快 垃圾 太快了 垃圾 垃圾 笑死我了 对的你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实在是太幼稚了这些人 就像那些什么小学生一样 他们还堵我们 对在路上堵人 然后说把零食交出来 你知道零食是什么零食吗 这是我们蝴蝶帮吗 就是那些什么薯片 奥利奥饼干 好利用 我出来之后我人吃都不要吃的 在里面竟然这些东西都变成稀缺物资